这是游戏王Z4中最精彩的一回合 各种升阶超量 宛如百花齐放一般 将尤玛搞到体无完肤 在此之前 埃利法斯化身老六 在尤玛要结束回合时 突然发动陷阱升华螺旋 效果除外目的中被破坏的超量怪兽 将比除外怪兽高两阶的怪兽特殊召唤 除外以太阿波菲斯 召唤叙述阶段8 以太索贝克 不断地升阶 就是星光界所追求的境界 圣光霍普攻击力复原 轮到埃利法斯的回合 发动墓地中星光之力的效果 以抽卡为代价将其从墓地拿回 而后果断发动 叠放索贝克 超量召唤叙述时 以太和鲁斯 这一瞬间升阶优势会启动 以闪光的姿态抽出一张卡 又是一张星光之力 有马惊呆了 这是在这套娃娃 叠放以太和鲁斯 超量召唤叙述时二 以太马赫斯 好家伙 这巨神兵的攻击力还没完 根据升阶优势 埃利法斯还有抽卡 发动以太马赫斯的效果 将变成超量素材的怪兽 全部召唤上场 好家伙 这怪兽跟王羊多少有点关系了 接着还有 永续魔法阶级统治 效果封锁住没有阶级怪兽的攻击 随后攻击顺序会由低到高开始 首先是以太索贝克 给我停止说书 发动霍普雷圣光的效果 上升同对面怪兽攻击力的攻击力 等等 发动阶级统治的二重效果 怪兽之间每差一个阶级 就会下降1000攻击力 圣光霍普雷15 以太索贝克18 所以圣光的攻击力要下降3000 尤玛稳的一批 你是阶级我是序列 反正序列有不被破坏的特效 埃利法斯神情蔑视 叙述可是高于序列的存在 上把 阶级是何鲁斯 根据阶级统治的效果 下降霍普雷500点攻击力 尤玛被吓蒙 这是什么操作 一番炸裂的特效后 直接锁削到100 再趴了一会后 尤玛站起来启动嘴炮大法 试图干扰埃利法斯的心态 可怎样 这家伙不光坚如磐石 而且还扰乱了尤玛的心智 这下阶段12 以太马赫斯的攻击会继续发动 面对5800攻的霍普雷 埃利法斯依旧是刚才的套路 阶级统治 下降霍普雷7000攻击力 也就是降到0点 再来吧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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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